谢谢你一起掌声有请刘媛媛 我叫刘媛媛 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 媛媛媛你真的不愿我们没有选你吗 不会让你们后悔的 好 承认失败多容易呀 比那种日复一日的那种坚持跟忍耐容易多了 但是我不服气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相信梦想 相信努力的意义 相信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 我是来改变社会的 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90后 对社会充满的情怀不是那种悲天美人的情怀 真正的关心你 真正的在乎 你那么年轻在做这一点 我觉得很了不起 颜月 比赛的最后阶段 好好的表现 我们听你说 在这个演讲开始之前 我先问现场的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当中有谁觉得自己是家境普通 甚至出身贫寒 将来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靠自己 你们当中又有谁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起码在奋斗的时候可以从父母那儿得到一点助力 前一天日子 有一个在银行工作了十年的资深的HR 他在网络上发了一篇帖子 叫做寒门在南出贵子 意思是说 在当下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寒门的小孩 他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成功 比我们父辈的那一代更难了 这个帖子引起了特别广泛的讨论 你们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 先拿我自己说 我们家就是出身寒门的 我们家都不算寒门 我们家都没有门 我现在想想 我都不知道当初我爸跟我妈 那么普通的一对农村夫妇 他也怎么样把三个孩子 我跟我两个哥从农村攻出来 上大学上研究生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我爸跟我妈都没怎么读孤书 我妈连小学一年级都没上过 她居然觉得读书很重要 她吃再多的苦 也要让我们三个孩子上大学 我一直也不会拿自己 跟那些比如家庭富裕的小孩 去做比较 说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不同 或者有什么不平等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这个世界是有一些不平等的 他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 我们都没有 他们有很多的捷径 我们也没有 但是我们不能抱怨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尽相同的 有些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 有些人出生连爸妈都没有 人生跟人生是没有可比性的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 完全决定于自己的感受 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抱怨 那你的一生就是抱怨的一生 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感动 那你的一生就是感动的一生 你一辈子都立志于改变这个社会 那你的一生就是一个斗士的一生 英国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人生七年 片中访问了十二个来自不同阶层的七岁的小孩 每七年呢再回去重新访问这些小孩 到了影片的最后你就发现 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 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 但是里面有一个叫尼克的贫穷的小孩 他到最后通过自己的奋斗 变成了一名大学教授 可见命运的手掌里面是有漏网之鱼的 而且现实生活中 韩文子弟逆行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当我们遭遇失败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出身上去 更不能去抱怨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不如别人的父母 因为家境不好并没有斩断一个人 他成功的所有的可能 当我在人生中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一走 看着人来人往 那时候我就想 刘媛媛 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是一无所一 你有的只是你自己 你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单枪匹马的 在这个社会上杀出一条路来 这个演讲到现在呢 这个演讲到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其实我刚刚问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嘛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门的 我们都要靠自己 所以你要相信 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 是想告诉你 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这个故事关于独立 关于梦想 关于勇气 关于坚人 他不是一个水到许成的童话 没有一点点人间疾苦 这个故事是 有智者 势尽成 破腹成中 百二奇观中属楚 这个故事是 苦心人 天不负 卧心尝胆 三千月甲可吞吾 谢谢大家 用这个乐嘉老师的话来说 你要是不得冠军 天理难容啊 同意 但是那就有两个冠军了 并列 我说完了 老师 我听到最后 热血飞头 我记得在第一场还选 结束的时候 没人要你 鲁豫要你 你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 目露凶光 你当时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我想告诉你第一件事情 不管今天最后的比赛结果如何 你成功地做到让很多人后悔 你老是嫌弃我不表扬你 在你的身上 有无限的潜能 你只是刚刚开始 你会做得比现在做得还要好 谢谢圆圆 关于讲言我不再多说什么 我只想说 你是当年的我 但是你比当年的我要好太多了 我是未来的你 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比现在的我要好很多很多 真的 我也希望最好的那个人走到最高的那个位置 我希望他是你圆圆 好 很高兴认识你 好了 那就 有请林一杰 李成元 感觉刚才那段表现得怎么样 发挥得怎么样 我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其实很单纯 我看到身边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就想站出来 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上 把这些问题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会有几个人 因为我说的话而改变 但是我相信会有 谢谢 余杰哥 我的表现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了 现在站在这边 就已经传递到很多的讯息给大家 我不想 我不需要 所以 我觉得 我不需要拉票 我可以把这个冠亚军 或冠军 给丢人 没有关系 因为我已经到了百分百了 谢谢 谢谢 圆圆 心情吧 希望大家都加油 谢谢 真的要谢谢你们三个人 有的时候 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声音 可能是微弱的 但是通过安徽卫视的平台 传播出去 所以你们影响到的 一定会是大部分的人情 我还想再说两句 超演跟别的节目不同 它不是让你比这个唱歌 跳舞 比你的才艺 它是比在你说话 你们为什么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你们就像那些诗人 那些音乐家 那些艺术家一样 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情 很多感悟 但是我们说不出来 诗人就把它写成了诗 而音乐家呢 就把它写成了音乐 我们听到那个音乐 我们看到那个诗篇 我们说啊 这就是我心里所感受到的 我看到你们在舞台上 把它讲得那么好 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必须得承认 我矜持了很多很多期 但是在最后一期 我被你们打动了 谢谢 我个人宁愿意去听到一些演讲者 传递给我的平凡的意义 我反而可能不太愿意 听到演讲者告诉我一个伟大的道理 我觉得你们都是优胜者 你们是全国的前三甲 反正我要祝贺你们 谢谢你们三 谢谢李永老师 你们三个人 包括所有的超演选手都明白 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的对手就是你们的朋友 这个舞台是战场 它也是一个展场 展现出你们最美的 最真的最好的那一面 我相信每一个观众 每一个媒体评审 都能够感受到 能够投出他们最宝贵的那一票 我为此要谢谢他们 也特别谢谢你们 这么棒的表现 谢谢你们 谢谢李永老师 我在说话之前一直在想 我说的话 是否会对大家造成一定的投票上的影响 我本来觉得我还讲话有点水平 但是我转念一想 我连我自己的学生都保不住 那说明我讲的话也没什么影响 所以我就可以放开胆子来讲了 越做到最后越听 越觉得超级演说家这个节目 很厉害 听上去像为自己脸上贴金 很不要脸 但是各位来想 我们生活当中的确需要快乐 可是如果所有一切的节目 都是歌舞声评嘻嘻哈哈 可能我们的节目收视率远远不如那些 更富有娱乐元素的节目 但是我相信 一定会有人喜欢 谢谢三位 说完 谢谢 因为他们三位遵循着内心的声音 发表着他们的演讲 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 也希望各位不要那么纠结 遵循你们自己内心的声音 你们支持谁就把票投给谁 现场观众请投票 来 三十位媒体评审 你们要把票投给谁 就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每个人可以投一票 代表百分之一的支持率 我们一起来期待 最终的超简说家 第二季总冠军会是谁 首先从第一家媒体 新浪娱乐开始 有请你投票 新浪娱乐支持刘元月 刘元月 网易娱乐支持林一杰 好 凤凰网娱乐支持刘元月 刘元月 苏武视频支持刘元月 爱情PBS支持刘元月 谢谢 请来看看支持刘元月 好 谢谢 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 需要刘元月这样的年轻人 所以乐视网支持刘元月 谢谢 优酷网支持林一杰 谢谢 下一位 土豆支持刘元月 谢谢土豆 GPTV支持林一杰 谢谢 综音报支持林一杰 程序娱乐支持林一杰 王 我先转变 影视冯青生支持刘元月 中心社把这票投给刘元月 新娱乐在线这票投给刘元月 亚洲新势力投给林一杰 谢谢你 互联网支持刘元月 谢谢 互联网支持林一杰 谢谢 中国娱乐报道支持刘元月 谢谢 中国电影报支持刘元月 谢谢 谢谢你 桂云晚报支持刘元月 互联网支持刘元月 新晚报支持刘元月 肖骁城报支持林一杰 新报时尚生活支持林一杰 新安晚报支持刘元月 谢谢 宛州日报支持林一杰 谢谢 唯一报支持林一杰 谢谢 中国文化报支持林一杰 谢谢 城市晚报支持林一杰 谢谢 安徽卫视主持人支持李承远 谢谢 谢谢 李承远 林一杰 百分之四十六 刘元月 百分之六十八 狗体刘元月成为总冠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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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一路都不怎么没看好 因为 如果爱丽或者是 纯远大哥 他们赢了的话 就是成功 那我赢了大概就是 奇迹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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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乐嘉导师 健兵导师 为你们颁奖 有请鲁依导师 李勇导师 颁发鸭金和鸡金的奖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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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刘元月成为超姐 首家第二期总冠军 也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安慰博博电视台 主台长赵宏美女士 为她 欢迎奖 有请上台 恭喜 恭喜元月 亲爱的现场 和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超姐 首家第二季 在这里终于落下了帷幕 三个月以来 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导师 每一位选手 每一位幕后工作人员 每一家媒体的心情的付出 请记得 和我们一起相约 超姐首家第三季 也请记得我们的口号 超姐首家 我们追求 约说 约居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